11月25日,贾静文与老公修杰凯将在巴厘岛不办婚礼。 23日,有消息传萧敬腾将担任贾静文和修杰凯的婚礼歌手。 但随后也有网友称,也可能是作为嘉宾现身。 不过说起参加婚礼,萧敬腾可真是参加了不少婚礼。 今年不仅参加了摄影师林秉存的婚礼, 前段时间杨硕不办婚礼的时候,萧敬腾也去参加了, 而且还在婚礼现场唱了首王妃。 在娱乐圈中很多明星都喜欢请萧敬腾参加婚礼, 于是不少网友调侃道,是不是与神萧敬腾来了会下雨可以聚财? 据悉,此次贾静文修杰凯的婚礼地点, 选在可以抚养印度洋美景, 被誉为人间先进的巴厘岛某六星级酒店, 该酒店位于巴厘岛南部海岸的悬崖顶上, 最大特点是半悬空式的鸟巢发呆亭。 此前,网上传出了有多方品牌的赞助贾静文的婚礼, 但随后被贾静文的经纪人否认了, 接着贾静文的经纪人透露, 婚礼当天贾静文会穿白色的婚纱, 两人也没有准备婚戒, 只是想简单地办婚礼, 这是修杰凯给贾静文的承诺。